全油管最快新闻 钢果喉豆疫情至548人死亡 7月19日,医护人员在钢果尼拉贡戈地区治疗一名确诊喉豆的男孩 一名确诊的48岁钢果男子在哥马综合医院接受喉豆治疗 途中的母子曾确诊喉豆,在恢复健康后回到联合国置办的难民营生活 钢果卫生部长坎巴星期四说,钢果自今年以来已报告出现548起喉豆死亡病例 他补充说,钢果今年以来发现15664起喉豆疑似病例以及548例死亡病例 他指出,全国26个省份均报告确诊病例 其中,首都金沙萨报告时期坎巴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尤其是喉豆疫苗合作,共同应对喉豆,这一公共卫生危机 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8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非洲至少有16个国家受到喉豆影响 与2023年同期相比,非洲今年报告的喉豆病例增加了160%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星期四宣布,喉豆疫情构成国 订阅新闻急速地,最先知晓天下事